K线原来如此 带你领先消息一面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万象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湾股市今天缓不得继续往上做一个上攻 还会不会继续涨 很多朋友我相信你很关心 但是我其实在上周就告诉大家了 多头四都还没有走完 所以还会继续往上涨 大家不用太担心 那红海明天啊 要来发鼓励咯 所以明天会不会马上的填息呢 我们待会来讲 再来就是长荣航空 长荣航空今天又开始往上继续攻击了 我们节目中都会来聊 大家一定要看到后面好不好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提醒大家赶快来订阅我们频道叫做 K线原来如此 那为什么叫做K线原来如此呢 就是利用K线来帮你解析市场上 股票的这些行情 那K线为什么不是均线为什么不是RSI什么指标什么的 因为K线我已经讲过了 K线是能够找到买卖的源头 是唯一能看出来 到底市场上交易的情绪是什么 其他所有的技术指标都是利用这些 都是利用K线来 量化而生成的 所以基本上 这都叫做落后指标 所以只有K线才有用 所以大家赶快帮我们频道订阅起来 我们频道是以教学为目的 会让你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 第一个是订阅K线原来如此 不要订阅到其他的这个分流的频道 那记得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好不好 好那我们先来看鸿海的部分 鸿海明天要除息 除息8.4块 8的算蛮多的 但是以他现在的股价来讲 那殖利率如果说之前100块你就买了 现在非常非常划算 但是你后面才买的那可能就比较 就会比较少一点 对不对 那殖利率就下降直接少一半 问题来了明天到底会不会上演这个田全席大秀 各位朋友你觉得会吗 我觉得机率非常非常大 今天11点半的时候 鸿海都还在216块 到216.5 上个礼拜最高点在哪里 在217.5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接下来明天发完鼓励之后 我认为鸿海 包括这个我之前跟大家分析的对不对 我们等下看KGN图再讲一次 这一次发的鼓励之后 发鼓励前没有人大卖 大家都洗手 所以我认为后续他能够很快田全席之后 再继续往上创高 好不好而且包括之前上个礼拜我有分享 按摩啊还有一些其他这些法人啊 基本上目标价都还没到 所以都还有机会往上供 好那这个新闻还有讲说什么 给董事长郭台铭先生 一次可以分到多少钱 分到94亿元 是鸿海分最多的 因为他大股东嘛 他现在不是老板 但是他是大股东嘛 对不对 他可以分94亿元 各位朋友 哇听起来真的很夸张 94亿 好那 这个回过头来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今天你能够分到多少钱 各位朋友你全体可以分到多少钱 请问一下你买的鸿海股票 能不能分一亿 我想大部分人都不行 先给大家看一张图 德国股神一般台湾不太会 不太会去讲 讲的人非常非常的少 大家只会告诉你巴菲特嘛 对不对 今天图上这个人是谁 德国股神 他讲的非常非常清楚 投资是富人的游戏 请问一下 假设你要领怎么样 年值利率 你有10% 你也要花上7.2年 这是一般很多人告诉你价值投资 不敢告诉你的事情 都要你自己去查 你自己去网络上查 等到有一天你想通了 我查一下说 我到底100万要多久 才会变200万 实际上要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 价值投资这件事情 德国股神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没有钱 你必须要做投机 什么叫投机 你不要听到投机就不好 投机就是你去赚股价 的价差 叫做投机 你才有办法广快的翻身到富人的行列之中 这个我再给大家再看一次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把这张图截图下来 或者你自己上网去找都找到 七二法则 已经跟你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你如果想要说我要价值投资 我要领股利 那你就算一下你到底 你要翻倍要多久的时间 对不对 好不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K线的部分 那一样我们先来看口诀 口诀要利用什么呢 我们原K线口诀叫什么 周线看大事 周线看大事最重要的 请你记起来 在日线看幅度 小时早晨 课分进出点 四个口诀非常非常容易的记 之前有朋友跟我讲说 他们家小朋友都会记了 所以请你把它记起来 尤其第1个 你先学会看大事 后面的其他在讲 至少你不会买错位置 对不对 大事要先会看 那鸿海目前叫做什么呢 上涨是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今天到哪里 今天最高到217块 那告诉大家 上个礼拜到多少 前两个礼拜到217.5 那接下来 明天要发股股力 发股股股之后 会有一个小小的往下跳风缺口 但是这都不重要 还会持续往上做上工 那里面跟大家讲 大摩喊的喊在哪里 375 对不对 他说看到最好的地方 看到375 那他会不会继续供 还会继续供 好不好 离他这个喊的 这个价钱还差蛮远的 所以 还不用太担心 那整个多头走势 都还没有走完 那明天要关心的是什么 会不会 马上舔拳席 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 所以大家就明天持续来做一个期待 再来看另外一个股票是 稳帽 又跟大摩有关系的 这档股票 大摩天有丢新闻出来 讲说什么呢 讲说受惠三星还有iPhone 目标价调到200 稳帽目标价 那200你现在有没有很远 其实我觉得还好 怎么会只调200 那我告诉大家 他可能是为了面子问题 因为从2021年开始 大摩就创衰稳帽 去年有没有 我之前跟大家讲 去年 洪杰克在涨 全新在涨 稳帽没涨 就是稳帽没涨 但是稳帽其实有人 拼命在底部一直在买 这么大摩买的 但是他就 试图去压抑他这个价钱 可能还没买够 昨天突然丢一个新闻讲说 从中立转升到什么 优余大盘 一下转升到优余大盘 看到200块 从150的目标价直接调200 大家看一下稳帽 已经离150多久 对不对 已经离150离开很久 后来他还往上调 他是有偷偷在下面买进的 好不好他不是现在才买进 稳帽今年还会持续这个股价 会持续往上垫高 好不好 受惠很多啦包括iPhone WiFi 这我们之前都讲过 那我们一样来看这个周线的部分 周线看大家是 稳帽的部分 上个礼拜跟大家怎么说的是不是说快要来到盘整式的上缘了 是不是快要来到了 那来到之后 有没有遇到压力 有些压力出现 所以出现一些震荡的走势 那今天最后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一下 最高来到183块 就是来到盘整式的上缘 就有一些压回状况出现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做准备来挑战盘整式 之后 准备后面要开始往上做突破 所以有一些人啦其实套牢套很久尤其去年 去年跟前年大家回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周K线的部分 在去年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大摩看坏文帽 所以他一涨上来 开始有人在那边卖 故意去压这个价钱 所以这边是有压力存在的 好不好 那大家看日线的部分就是今天来到盘整式的上缘 所以出现震荡 如果我告诉大家看一下这个震荡的情况 也不是说什么很严重的情况出现 所以在这边震荡整理之后 可能整理个几天 或是到下个礼拜 他就有机会能够继续往上做一个突破 然后他开始出现怎么样 这个盘整式 转入到上涨式当中现在还没开始上涨 好不好还没开始上涨 所以后续还有机会啦 那大家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持续追踪 那最后看一下这 长河航空的部分 长河航空在6月份 是法人 三大法人买超 最多一堂股票 他是 买超量27.8万张 那基本上 大家还是持续看好长河航空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长河航空的时候 我们知不知道法人买这么多张 我们不知道对不对 我有没有跟你提过这些事情 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 那我就一直跟大家讲 去了解法人买不买 这件事情 不是很大的意义 因为你知道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买完了 对你这个未来行情有没有什么帮助 对你自己这个操作上有没有帮助 帮助上 几乎是没有 没有任何的帮助 对不对 那基本上现在我们知道就好了 法人买这么多要做什么事情 要拉抬他的股价 那你看一下 周线图 我们一样周线看大事 长河航空现在叫做什么 这高档有一个小小的盘整之后开始准备要往上挑战 去年六七月份上面的压力的位置 所以他不会一下涨 往上突破一下涨涨涨涨涨很凶 目前不会 因为前面还有一些压力 但是他突破压力之后 可能就会开始幸运的一段上涨市 好不好所以这个整个走势 他是需要时间的 有些朋友问说老师 我看到礼拜五他往回跌 就问老师说是不是要走了 我们股票不是当冲 我们不做当冲 好不好 做当冲赚不到钱的 我们都是告诉你 我们要赚到什么 在下面布局 布局好了之后 等他把人大户开始拉的时候 我们跟去做 赚到整个波段 这是我们的目标 不要想说你今天涨 明年跌 心情跟着上下起伏 你要知道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周线看大事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那目前回档 今天又开始往上拉 所以很快有机会能够继续往上做突破 我们就持续追踪 大家持续来看 好看我们讲的到底对不对 那今天晚上有什么 讲一下这个重要事情 今天晚上有PMI 明天晚上 报尔要来发表演说 礼拜三的时候 美国独立日放假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还要公布小飞龙数据 这个礼拜非常非常多的数据要来公布 礼拜三晚上公布小飞龙 礼拜四的凌晨两点钟要来公布FOMC的会议纪要 这利率政策到底是什么要来公布 到底要不要降息 所以礼拜三晚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虽然说他们休息 会造成一些波动 那礼拜五的时候会有飞龙数据 所以这个礼拜事情其实蛮多的 尤其月初 月初的这个数据会比较多 那我告诉大家现在加权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再往下跌 是有可能的 不过现在在这个地方震荡 看起来目前走势还算蛮稳定的 那基本上两万两千五百这个地方支撑就非常非常的强 上次已经讲过了 但是本周的数据持续的公布之下 台湾股市是有可能继续往上做攻击的 我认为现在如果开始往上做攻击 大家注意 可能会到哪里呢 到两万四千五百 我最新的这个预测 这个目前以图上来看的话下一个波段有可能就走 会走到两万四千五百 好不好会不会一定走上去还要看最近这几天的数据公布状况 所以大家都持续来看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有用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区做留言 明天再见了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Mars 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